大家好,我們是ABC旅行社 今次我們的團名是昔時今日 我們的行程是三天兩夜 我是今次的道上 第一天11點 Check-in在海景嘉福州製酒店 乘坐天星小涼前往中環西環 1點鐘新海濱長浪 1點15分旅遊巴 1點20分在中環街市 1點半中環半山扶手電梯或者石板街 2點半是吃午飯 在鮑梨小館 3點半在大館 6點45分吃飯在Cantina 8點在蘭桂坊 9點半回到酒店 欣賞為多利亞夜景 海景嘉福州製酒店 位於尖沙咀東的中心地段 傍晚可以欣賞為多利亞美景 四周有特色的商店餐廳和必到的景點 T星小涼是前往中環西環 是香港歷史悠久的渡海小涼公司 新海濱長浪 位於維多利亞港元朗的海濱長浪 美化、舊建和現代化融合 中環街市 重新改建三級歷史建築 保留舊街市特色 重拾歷史建議 中環半山自動扶手電梯 是世界最長戶外電梯 全長超過800米 是重慶森林的取景地之一 石板街是一級建築老香港 十足老香港的風味 舊式拍照打卡的熱點 地勢傾斜是因為方便疏到雨水 大館即舊中區警署 曾經是香港警察局 香港法定估值 建於164年 2018年改建 免費入場參觀 是歷史和藝術的交融 南桂坊是聚集大小酒吧 俱樂部和餐廳 受愛殖人士旅客 歡迎香港獨有的夜生活之一 第二天 十點鐘在酒店大行集合 十點二十分在南屋 十一點半在露青市集 一點鐘吃飯 在新景園咖喱小廚 兩點鐘在里東街的喜帖街 三點十五分在和春大鴨 三點十五分在鴻聖廟 四點鐘在Breath Spoon 五點半回到酒店吃晚餐 南屋在香港一級歷史 即香港堂樓 南屋外場染成藍色 獲得亞太區文化為產保育保護獎 老天市集有八十年的歷史 有不同的類型小店 應有盡有價格便宜 里東街的喜帖街 曾經以印刷喜帖而致命 1950年已經有小店 中西交融具有異國的風情 和昌大鴨是建立於1900年代 再超過八年的歷史 保留了舊地的特色 充滿了歲月的痕跡和歷史價格 改建成售賣傳統食品和餐廳 鴻聖廟是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有兩位的女神 金花和花粉夫人 華人的傳統有珍貴文物和歷史價值 第三天11點 赤勾在海景嘉福州製酒店 11點15分至1點15分在中樓 1點20分至2點20分吃飯 吃給翠拉麵小籠包 2點半至4點半在188日 5點鐘完結行程 中樓是尖沙咀中樓 正式名為前九港鐵路中樓 位於香港尖沙咀海旁 屬於九港鐵路舊尖沙咀火車站的一部分 在1915年建成 並於1990年列為香港法定估值 1881在前身為水景總區總部 位於香港九龍由尖旺區尖沙咀廣東到2號A 在1884年至1996年期間成為水景總部 1994年成為香港法定估值 該建築物在2000年代 由香港實業改建為酒店 持有小型商場名為1881 2009年11月11日 在13年前已正式開幕 比賽拉麵小籠包是推上中國傳統飲食的文化 以現代小鹽小油的烹調 重新演繹了的傳統菜式 今次行程的總金額是72040元 自助餐已包了30位大人 人均消費為2418元 酒店商人房間為1380元 總共是20700元 酒店自助馬餐是758元一位成人 478元一位小童 天星小輪是5元成人 和兩個狗的小童 旅遊包是380元一個小時 手三個小時是1400元 三個小時後每小時380元 導遊費是100元 不包含冒險 船費是自費 今次行程完結 今天是我們有一個小童的東西 我們會有一個小童的小童